為著刺激中華經濟的鼓勵民眾消費中華館政府 是在基盤州立空立市中華各國的投獎活動 說今年投獎的獎品比幾年精彩 新年七月一合開始 只要在我們中華館來的消費元500元 就會回來參加投獎 投獎總價值超過2300萬 三個的投獎都有一台車要來送給鄉親 好看的啦啦隊表演差的氣氛 為著選團今年的彰化過過多多 館婦也找來第一名的藝人做代言 那這些讓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印象最深的 除了每個鄉鎮都有自己獨特的美食的話 那我不得不提就是彰化最有名的就是肉圓 還有扣肉飯 哦 肉圓 扣肉飯 大家來這裡都一定必吃的 但我必須說彰化的素食也很有名 因為彰化是信仰中心嘛 所以很多廟旁邊他們那個素食 真的是有夠好吃的 我們彰化的烤肉飯你吃了幾家 哦 彰化的扣肉飯 我沒有確切數耶 但是每個地方你都會吃一下吃一下 就像彰化每個地方有自己的肉圓 管政府為了刺激彰化經濟 鼓勵民眾消費 今年四個 同樣推出彰化各個活動 只要在彰化館來 消費剩五百塊 可以參加抽象 連續三次的抽象機會 最大眾每一次都有一台汽車 總共超過2萬4千的 那你只要在彰化縣內 消費滿五百塊錢 收據或發票都沒有關係 你把它上傳到我們呢 指定的一個這個網站上面去登錄 你就有機會來摸財哦 就因為彰化很出名的就是肉圓定小吃 這次消費沒辦法抽象多多 彰化在地的肉圓合吃 真大方會提供一年份的肉圓 讓消費吃抽 一年份肉圓免費吃 歡迎大家來彰化縣抽獎 大眾和新聞 丟四的王眾和彰化 彩虹無德